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师强调如果以平均阳性率7%到10%计算 每天就会多300到400人确诊 那样人不足以应付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 真的有些亲战的人就不要受了 就是从南部调人上来 这个就是要用全国的力量来应付 这个春节这一波的疫情 目前北区负压隔离病房 还有新冠肺炎专则病房总计1123床 目前已经收治496人 占床率44.2% 尤其北市医院 每天都要轮流接5到10人患者 一时忧心病房很快就会满 如果现在全部都塞往北部的医院 北部医院的医疗量一定会不足 这时候会压缩到可能其他 因为其他疾病而需要住院的一些族群 也会正在院内感染的风险 高风险的 假如说是年纪大 有许多的慢性疾病 这时候才去送去医院 如果是一些比较年轻族群的 或者是小朋友还有待可以观察的 这些不妨就直接送去集中检疫所 除了将确折个案 党在边境下一步得思考轻症重症 如何分流 才不会压垮医疗量呢 森林医院李章罗大学台北报道 新北市有128万人 符合第三剂疫苗接种的资格 而今天呢 是这个中大型接种站开放的第一天 从三重小巨蛋门口呢 可以看到这个绵延的人潮非常的多 长达数百公尺之远 而他们都是要来接种第三剂疫苗 排队人龙快把三重小巨蛋围一圈 新北中大型接种站开放 上路第一天就引发明月 明明有分时段预约 但不同时段却都排在同一条队伍 因应第三剂疫苗间隔缩短到三个月 新北市开放了四处中大型接种站 从1月13号到15号 为期三天每天可接种一万一百人 但人潮爆量让现场人员来不及反应 因为前面都还在消化 因为医疗人员可能比较少 大家人比较多 会打到疫苗但要等多久 毕竟气温奏降 民众就怕老人家受不了寒风一直吹 不只是新北 宜兰和基隆接种站 一大早也是人潮满满 队伍绵延好几百公尺 甚至排到大马路上 本土疫情升温 民众强打第三剂疫苗 地方政府也得做好配套 避免民怨士气 三新闻撞不到